立正 走下去 這裡坐 各位台灣大家好 首先先自我介紹的 我是台灣民政府 司法部林明成 今天我們要來探討 我們住民的歷史和 做未來的驚夢 首先我們來做台灣 關注民的介紹 按照語系的分類 我們台灣都有四大語系 我們原住民的語言 一共有四大語系 第一個就是巴丹語系 他是在菲律賓巴丹群島那邊移過來的 那個就是我們的達悟族 以前叫做亞美族 那個位置是在蘭嶼的地方 在紅頭雨那邊 在第二個語系是泰雅語系 泰雅語系有包括泰雅族 還有泰魯閣族 還有賽德克族 有在使用泰雅語系 再來就是我們的周語系 周語系有包括盧凱族 包括周族 然後再來是排灣語系 排灣語系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語群 他的使用的那個族群 有包括阿美族 排灣族 布農族 北南族 在下族 邵族 還有格馬南族 還有薩奇拉雅族 還有我們那個平埔族的部分 所有的平埔族的族群 都通通都有使用那個我們 排灣語系 今天要再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那個 那個過去使用的對我們那個原住民 我們台灣原始的族人的稱呼的狀況 過去的那一些政權 包括那個我們那個目前現有的 中華民國流浪政府 他們都使用那個高山族跟平埔族 來跟我們做區分 然後他這個的作用就是說要幫我們分化用的 其實我們高山族跟平埔族 全部都是屬於南島語系的族群 那我們現在在台灣民政府這邊的定義 我們把那個高山族改成原住民 台灣原來的主人 在我們那個平埔族的部分 我們是把它稱為原住民 這個才是真正台灣世代傳承的正統血脈 才是這塊土地真正的主人 我們台灣原住民呢 是屬於那個南島語系民族 在台灣用族群地理位置可以分為兩隻 剛剛有講住在那個山區的 目前是住在山區的原住民 其實原本不是住在山區 原本台灣的三分之二的整個廣大的土地 包括中央山脈那裡 全部都是我們的土地 所以我們現在他們把他們叫做高山族 其實是不正確的 其實我們原來是住在平地的地方 平地的地方才好開墾 然後被他們一直驅趕 驅趕到那個住在很高山的地方 就跑到那個地方去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我們台灣那個平原地帶 目前是那個在平原地帶的原住民族 目前有十個族群 那我們目前 那個在中華民國流氓政府的體系 這叫做平埔族群 那這個我們現在把它定義為原住民 然後我們的族群是 不管是原住民或者是原祖民 我們是比那個支那民族 那個大量撥遷來台的時候 我們就在台灣已經生活四五千年以上 在我們那個考古武學那邊有去研究 那個目前最久的是阿美族 阿美族的族群 阿美族在台灣的那個 那個有挖出來的那個祖先的遺骸 用那個我們那個碳石室的那個 那個元素下去定位 目前已經有一萬多年 一萬多年的歷史 所以我們比那個中國 那個漢滿蒙迴帳 那五族共一家的那個 那個大中國 還早五千年 比他們還早五千年以上 然後那個 因為最近的三四百年來 被那個漢族 我們那個三地話叫做白浪 我們叫做白浪侵略的緣故 所以許多的傳統習俗 都逐漸的消失 在外貌上 生活上 語言上 越來越不容易 跟那個蒙古種種族的中國人 去分辨 甚至有些平埔族的後裔 他們以為自己是中國人 有中國性 有中國人 其實那個中國性是他後來給我們的 其實我們原本是沒有性 沒有性 我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原住民的平埔族文化 目前是把那個平埔族 那個原住民分為十個族群 如果用那個更早之前 語言學家李仁葵先生的說法 那個平埔族 他可以分為七族十四隻 一共有十四個 十四隻 那十四隻的部分 他們彼此之間的 腔調都不太一樣 都不太一樣 那平埔族的部分 他們是崇拜靈魂的那個民族 所謂的靈魂是我們自己的祖靈 我們拜自己的祖先 我們不會去拜外來的神 沒有神這回事 那馬卡道族跟大滿族的人 把那個士虎 視為祖靈的圖騰 稱為拜虎民族 我們會把那個 用一個象徵物下去祭拜 祭拜我們的祖先 我們不會去拜神明 然後那個士虎的大小 材質沒有限制 只要開口縮小 裡面裝著清水 上面擦著青葉 有人擦著花 有人擦著蜂蜜 那些東西的 那平埔族的那個精神寄託 公謝就像類似於我們目前 那個在台灣流行的道教的那個 那個廟宇 那叫公謝那個台灣話 我們正確的那個念法叫做公改 公改 目前在那個賈仙 那阿里關 小林 內門 那個地區還有平埔族人的寄託 公改 然後裡面祭祀是我們那個 平埔族人的祖先阿利祖 還有有的人稱為阿利姆 那裡面在服務那個 我們平埔族人的部分 是一個叫做昂儀 昂儀 用昂儀 他是 他也會占卜做法 然後當更早之前 醫學不發達的時候 他甚至還會幫人治病 還會下符咒 然後我們那個公改 也是族人聚會 還有勘虛的那個 那個活動中心 然後我們那個 有一部分人的平埔族 他會把那個阿利祖 把他分領回家去 然後用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湖 下去祭祀 那我們會放在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屋子的 那個左邊的地方 在大廳的左邊的地方 那個所以有人就稱為叫做 爬角分 爬角分 就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小弟是那個 小林村那邊的那個 那個媽媽是小林村那邊的 的後裔 所以我這邊對那個 我們平埔族的部分 我盡量用我知道下去介紹 其實都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 在賈仙的小林村的平埔族人 是當初最多的大滿族的後裔 差不多在中國那個 清朝的中葉 就遷徙到小林那一帶 那個地方比較偏遠 跟外界交通不易 所以跟 所以跟漢人比較沒有接觸 那我們那邊會保存比較完整的 大滿族的文化 然後可惜啦 那個兩年前八八風災 那個遭到滅村 遭到滅村 所以目前我們在那個小林村那邊 目前已經不是最多 那個大滿族平埔族的人在那邊 那我們平埔族人 他大部分都有業績 我們晚上會做業績 業績是從那個 接近黃昏的時候開始 然後去把長老請到我們那個 業績的那個場所來 然後所有的長老都到期之後 我們才會開始 平埔族 那個相較於我們那個高山的原住民 目前在高山的原住民 比較慘的部分是他們的文化被 很嚴重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們自己是誰 所以我剛剛有發了一些資料給大家看 等一下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那個日本時代所拍攝的那個平埔族人的照片 那平埔族的婦女 我們會那個 我們在服飾上跟漢人的服飾 不太一樣 我們這邊會有這個我們自己的白色的衣服 白色衣服是我們 在我們平埔族來講 白色衣服是我們最好的衣服 白色是我們最好的顏色 跟漢族不太一樣 漢族他們喜歡用紅色 那我們平埔族的圖騰大部分都是用紅色跟白色 下去編織那個擺布蛇的蛇紋 所以我們也是有跟那個台灣族一樣 他們都有那個白布蛇的蛇紋 台灣對白布蛇的衝進 是那個很暈暈流長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 這是平埔族那個高蘇加納的那個四湖 這邊是一個湖 那上面有綁著紅色絲線 有一些人如果說家裡面不平安 或者是身體比較不好 他就會把那個紅色絲線放到那個湖口上面 讓祖先去批養他的身體快快恢復 那這邊也可以看到 這邊上面那個四湖的前面這邊有放那個香爐 這個是被那個道教所污染 那個中國移過來的道教所污染 其實我們更早之前平埔族跟那個原住民跟原住民 他們通通都是不用不使用這個香的 不拿香的 這邊可以看到這是平埔族那個小林村 當初的業績很多人 現在人很少 那我們平埔族人 那個在台灣這邊不變四季 沒有四季之分 因為台灣四季如春 只有下雨天晴天 沒有所謂的那個春夏秋冬 他不是很明顯不會下雪 下雪的地方很少 也是有啦可是很少 那我們都會用刺童花開一次 就是代表那個一年過了 那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在很深大的祭典的時候 這個那個業績的時候 我們會穿上白色的衣服 因為白色衣服是我們最好的顏色 跟那個日本人一樣 日本人也是用白色的衣服 然後我們會請那個晚上會 如果要開始要做業績的時候 會請那個我們村裡面的 部落裡面的長老 用牛車去請他 有的是用轎子去抬 請他過來 他有的行動不方便 就用轎子去把他去用 去把他把他拿去 把他拿來那個 我們業績的地方 他會對我們的那個 平埔族的子孫下去祝福 所以我們平埔族也是很崇敬長老 因為長老是我們的智慧 我們智慧來源 這是當初小年村的那個 那個家屋的概法 我們用那個鐵公 就是那個 那個竹子下去做材料 做素材 然後去完成了一個家屋 這邊是那個各式各樣的市壺 他的壺 那個開口那個大小 材質他們沒有線 通通可以用 以前我們外公家裡面用的是 那個五家匹的那個 小酒杆 小酒杆 也是可以做 那是一個象徵物而已 然後這個是 那個用傳統的 那個大自然的東西 下去做的櫻桃衣 這邊是一個椅子 然後這邊可以在這邊 這是一個 一個竹 和一個竹籤 那這邊如果這個竹 那可以把它拔起來 那可以做上那個山頭叉 山頭叉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編那個繩子 用藤蔓下去編繩子 這個是列具 然後我們這個是那個 平埔族的那個神座 這是神座 這是象徵物 我們不會拜神像 然後平埔族人 在祭祀的時候 那個一定要有檳榔 那檳榔是台灣 更原始之前 更早之前的一個 很重要一個東西 在台灣這邊比較濕熱 那檳榔的話 當初如果 當初 醫學不發達的時候 那 那個 我們會吃一點檳榔 讓自己會發汗 讓那個身體 不會積那麼多的水 然後就是 我們 大部分的平埔族人 都會 都會使用檳榔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平埔族人的 那個安儀 他是那個 跟太祖溝通的橋樑 然後這個是我們平埔族的標旗與天梯 好 這是那個 那個一些大 大型的祭典的時候 我們會做 跟那個董教授 那邊介紹的道教的 那個 那個標旗與天梯 其實是有異曲同工之廟 我們一樣是一根竹子 然後 上面的尾巴的部分 不會跟他們去除 那下面也是要留頭 留頭留尾 然後上面都會 綁上那橫向的一些那個 梯子的形狀 邀請那個 那個阿力祖跟阿力母 那個 一起來參加我們的祭典 那比較跟道教不太一樣的 道教會在下面這邊會 綁上四個世紀的神明 有四個那個 小神像 那這邊是綁神像的 剛剛有發給各位手中的這一張 就是要證明說我們那個 那個 那個 有唐三公沒有唐三馬這句話 有當三公沒有當三馬 這句話我們以為 以前都以為說 我們裡面以前有那個 中國人的那個當三公的那個系統 其實不對 這句話 我要跟各位那個解釋一下 有當三公沒有當三馬這句話 是說我們台灣人 根本沒有去參加 中國人的會 我們的學藝裡面沒有這個 我們為什麼要有那個中國的生 像小弟生的臉 這是 在民調 當時他們說的時代 他們有給我們私信 給我們台灣人有生 你如果要生 他自己鼓勵你生 你如果要生 他就跟你笑 笑說你這個翻 就跟你笑翻 所以結果 我們以前 沒有在拜拜 沒有在驚訝 他們都有在驚訝拜拜 他會跟我們笑 笑說我們是 翻 所以後來看到人們拜拜 拜託之後 怕我們跟我們笑 笑到會怕 笑到會怕 不乾脆我們也對人拜 對人拜 所以繼續驚訝對拜 我們的中國生 就是驚訝對拜 拜來 然後這句話的意思 就是這句話的意思 說我們台灣人 不要人 操作爬 不要 不記得我們自己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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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簡單給各位 介紹為什麼 我會這樣說 因為我們 那個中國 還到以前的時候 他們的 改進 他們那邊 做官 這裡 這裡 他們看不去一般的人 所以 他們都會跟 那些驚訝 事實 叫他 問候上當的家庭 所以他來我們台灣的時候 有一些官員來我們台灣 三年官 兩年末 他是來這裡收稅金的 當時他會帶他們自己的眷屬過來 他們不會帶女眷 他們會帶他們自己的女眷 不會帶我們這裡 帶我們這裡的 別母族的男孩子也不會帶我們這裡 所以他們 他們 他們 當護隊 還有自我膨脹 他們不可能把 後一台 跟我們做 通分的動作 再來 第二 有一部分 我們對這些清調的官員 過來臺灣收稅金的兵 他們的素質 所持很壞 和那些三餐 和那些草莓一樣 中國有幾句話 好男不當兵 好鐵不打丁 這個意思是說 他們好的男人 我就當中國生團的男人 他們不去做兵 所以做兵的人表示他身體不好 就是我都要挖那些 要安兵的那些 我們那些官員過來這裡做兵 他們臺灣都是在他們家鄉 混不下去啦 只好跟著管理臺灣的官員 想要混口飯吃 所以他們來這裡時常常水土不服 常常打拼 他們主要就是他們不在吃本人 臺灣比較濕 他們水土不服 然後因為生病 在臺灣被解殖之後 然後就淪為跟那個臺灣 有一些那個海盜 就跟乞丐 他們圍伍 就在海面做會 就叫做流汗咖 我現在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們看看 什麼人會把女兒 就叫這種 登山工 流汗咖 來做兵塞 這就是登山工 登山工 這裡有一個 剛才發露各位 手在這裡有一個 那種 那種 奉獻 嚴禁羅漢腳 二十杯劑 各位那邊 因為這個杯紋 那個 比較大塊 比較不清楚 比較不清楚 所以我有把那個 我們有一些拓杯紋 給大家看 他這 這是 在那個 我們那個 做韓籍 韓籍 在那 他們這個流汗咖 就是我們來臺灣的時候 都要搬下去 去吃 四處的盆 盆到後來 盆到好看 這樣我們臺灣人 好盛 很好盛 而且 很人主 看到他們的人 死去 還是怎麼樣 我們會多少 拿一些錢 讓他們去 盜處理 他們拿來灌溪 拿來灌溪 他們的朋友 他們的同樣 去吃的朋友 死去後 把他們 做 把他們 那個 做 師匹 三個 四處 中途四處 去跟我們分 啊 就是要騙一些錢 要負責而已 啊 不然在做 他們這裡都沒辦法做工作 再來 我來介紹 我們 原住民的 原住民的文化 我們原住民 目前都總有 那個 十四的卒群 有十四個卒群 簡單介紹 那個高山族這個名稱是1945年二戰之後 中國流亡政權對台灣民族的總稱 後來他們現在改成那個原住民 那我們台灣民政府現在把它改為原住民 那平埔族的部分改為原住民 然後兩個都是本土台灣正統的血脈 那為什麼要把那個高山的部分 那個那個我們以前那個那個原住民的部分把它改成原住民呢 然後我們平埔族他們很多到現在都不承認他們存在 像那個西拉雅 他們都沒有承認他們是原住民 為什麼呢 他們很故意啦 到現在還在分化 他們那個現在原住民的那個 那個 原委會的那個主委 他是那個北南族的 然後他故意弄一個高山的族群的給他們 然後預算給他們固定預算 那現在平埔族的人 你如果要進去的時候 那個他們現在的平埔族的人數 差不多存種接近一百萬左右 那我們那個原住民的部分 目前差不多五十六萬左右 你五十六萬人的餘生 本來是五十六萬人要搬 你現在平埔族再加進去 還多百幾萬人 原住民的部分就剩下三分之一的預算 他們的福利存三分之一 那存三分之一呢 是他們現在的生活都很難過 那如果平埔族的人 還加進去 那些分鄉才的福利 這樣 他們更加多難過 更加多少 所以用這個總體預算 就跟他前置說 你的平埔族 跟我們的原住民 原住民跟原住民 互相抵抗 互相的否認 他們騎關山看不太貪 他們的 或是中華民國的 日本政府 他就能在那邊 騎關山 騎關山看不太貪 這就是在跟我們分化 那整個 那他們原住民的部分 包括有 布農族 盧凱族 海灣族 北南族 邵族 泰雅族 還有達悟族 還有州族 阿美族 塞夏族 薩其拉雅族 泰魯閣族 塞德克族 格馬南族 目前還有兩個想要自己又要獨立出來 那個我暫時先不用 不要跟各位 那個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要講 講那麼 那麼 那麼詳細 那我這邊有壞 這邊有壞張圖 這個是 我們那個 目前 各個 各個那個原住民跟原住民的一個分布 我們在那個 台灣的南島語 語言 就是我們原住 原住民原住民的部分 我們這邊有做一個 他的語系的部分 其實每個語系都不太一樣 每個 話都不太一樣 甚至說 像我們 類似我們那個 州族的部分 州族現在目前 以前有五個部落 那先 因為那個 更早之前 有那個 瘟疫的關係 然後現在剩下三個部落 那三個部落之間 互相的語言都不太一樣 都不太一樣 在我 再介紹那個 我們民政府 現在各州的行政位置圖 那 這邊 一共有六個州 台灣 我們目前台灣民政府 這邊有分六個州 更早之前是 有把澎湖州 把它納到 那個高雄州去 因為我們那個要 恢復原住民原住民的權利 所以我們把那個 原民州 正式的把它建置出來 到時候可能會用那個 特別行政區的方式下去做建置 這張是從那個原民會那邊 那個 那個 拉出來的一個 一個圖面 這個部分 代表說我們台灣 整個台灣 目前那個 現有的 他們 所稱為 叫做保留地 這是原住民的保留地的分布圖 原本是整個 整塊那個西 那個東部 包含中央山脈整片 全部都是 那個原住民原住民的土地 那他們清朝就只有那個 西半部的 三分之一而已 結果他們 馬關條約全部 把整個台灣 包括澎湖 把人家割浪給別人 打敗 像白人的 錢都跟他輸了了 這實在 不應該 那現在我們的原住民 剩下這幾些 這一點點的土地 那這些土地呢 能不能開墾 我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有重複的地方 紅色的部分 就是剛剛 我這張圖面 所顯示出來的 然後這個地方是水源保護區 藍色的部分 這是水源保護區的那個範圍 在這個水源保護區 有那個水資源保護法 所以如果 這邊 包括上面 那個北部這邊 只要有水資源的地方 水庫用地 通通都不准開墾 不准開墾 然後再來 這是國家公園的範圍 國家公園 有國家公園 保護法 然後我們在這些地方 衝突的地方 也通通不能開墾 通通不能開墾 再來這是保安嶺 就是也叫原始嶺 它有一個保安嶺的 也是一個保護的 那個法律 然後畫了很多 這整個就都是 這些那個 那個紅色的部分是保安嶺的部分 那我們 所有的被這三個 我們原住民 被這三個 法律所牽制 這三個法律所牽制 沒有土地可以用 然後保留地 幾乎完全不能夠開墾 然後我們原住民 留在家鄉還能夠靠什麼生活 還能靠什麼生活 那 我們原 原民 保留區 都在山坡上 或者是山腳下 都是在危險的地方 是真的在保護我們 還是 藉由那個 大自然的力量要準備消滅我們 然後再來把我們的原住民 那個 驅離我們祖靈的地方 把我們掛 把我們掛開 為了一些財團的利益 把我們趕走 那我們失去土地的原民族 被迫要進入別人的文化領域 那被迫要使用別人的語言 被迫要習慣別人的生活方式 被迫要成為社會弱勢的族群 甚至被迫成為社會邊緣人 那我們民政府這邊 那個直接讓那個原民族這邊 擁有土地權 州立法權 司法權 公平預算 文化教育 還有智慧組織 通通都是公平的 我們這邊才是 才會 才會用那個預算的方式 用各州級的預算的方式 下去讓原住民的部分 可以慢慢的恢復他們的一些文化 還有一些他們的人數 現在當初 日本交給二次世界大戰戰敗 日本交給 那個 那個美國的那個原住民的人數 是120萬左右 我們現在的原住民 剩下56萬左右 大家可以去想這個數據 當初的台灣的台灣人一共有 六七百萬左右 六七百萬左右 然後裡面也有120萬左右是原住民 那現在整個台灣的人口是2300萬 整個總人口人數是增加的 那反而是原住民的人口是減少的 這個數據 我是 那個 讓 各位下去做 那個 我們原住民的那個 那個 遇到的那個 壓迫的情形的一個數據 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的態度 國家公園對原住民 他們會要 要求我們牽村 像那個 太魯閣的國家公園 大同大理部落 他們把他們直接趕走 那佔用那個原民保留地 那我們把我們所有的那個 當初所謂的保留區 那個地方已經 有 有開墾 那開墾之後 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想要去看一些 我們原住民的一些文化 然後就常常會進去 那常常進去的時候 那些商人 那些那個財團 就看到說 這個原住民的文化 大家還是滿喜歡的 然後就會想要去 去掠奪他們的土地 行李換他做 所以就把我們刮造 通常都是這樣子 那我這邊要呼籲 我們在原來的獵區裡面 狩獵 為什麼違法 他在破壞我們的 那個原民族的文化傳統 那我在部落裡面擁有土地 那種植農作 為什麼不行 我們連在那個那些 那些 那些我們的一些土地 在開墾 種植農作都不行 那我們 我在 在我們在這些地方 採集野菜 我們一些貴鳥 我們一些黑豬仔菜 為什麼 不給我們穩穿 為什麼不可以 撿蕾子 撿蝦牛 撿蝦牛都不行 撿蝦牛都會有事情 那台瀑 那個台瀑 那個國家公園 為例 我們採集玫瑰石 連採集玫瑰石 都不行 怎麼通通不行 那我們的原住民 留在那些 所謂的保留區 是這樣 保留的 等著那個 像巴巴鳳仔一樣 來消滅我們嗎 這是我們目前的政府 對我們原住民的態度 難怪人會越來越少 這是一個簡報 這是那個 我們那個圓民州的州長 吳州長 他們 提供的一個簡報 一直以來 我們都沒有 土地 我們 我們在 都一直在 向那個 現有的政府 66年來 都一直在找政府 在 在逃土地 可是這個政府有沒有主權 這政府是沒有土地主權的 然後我們找一個沒有主權的 代管政府 代替美國來管理台灣的政府 一直跟他要土地 假貌的 從來沒有成功過 錯誤的方向 浪費我們的時間 與精神 這邊要簡單 再介紹一下 我們那個 曾經有來台灣進出 管理的一些國家 包括西班牙 西班牙是當初有一些 那個 海盜 類似一些海盜的一些組織 或者一些漁民組織 他們漁民 有一部分也會來這邊 然後還有葡萄牙 那荷蘭 他們都是來台灣 收那個 鹿皮 收鹿皮 因為台灣 更早之前 我們 四處都有那個 那個鹿 也有梅花鹿 水鹿這些 所以台灣 更早之前是產鹿皮的地方 是 很有名的一個 一個 一個地方 那還有在就是 那個中國 還有日本 然後他們 對待原民族的方式 都是在分化挑撥 那個台灣各 原民族群 號稱以儀制儀 我相信 各位有讀書的時候 我們在那個 目前去讀書的時候 他們常常用這個名詞 叫做以儀制儀 其實他對待我們原住民的部分 也是一樣是以儀制儀 再來是他 無名化我們那個台灣 台灣族 叫我們藩 那原住民他以前叫我們生藩 所以我們 那個現在去 申請那個 日本時代的戶籍藩本 會看到我們的那個 日本時代 會寫個生 那代表說 那時候就會被承認是生藩 那平埔族的部分 會寫一個手 大部分的台灣人 他會把那個種族人塗黑掉 然後再寫上你們 那個像說你們如果講你男語 他就跟你寫個符 那有些人是講客家話 他就跟你寫個王 或者是寫個月 這代表說 其實是那個族群 其實不是說百分之百正確 只是說他塗黑的部分 更早之前是通通寫手 塗黑的部分是寫手 那為什麼要塗黑 因為當初那日本 有幫我們這邊台灣人做教育 那你們有受過教育的平埔族人 或者是你們那個 那有一些那個 那知識有提高 知識水準有提高 那生活水平也有提高 那就 把它列為皇民化 就是讓他做做日本人 幫他們教化這樣子 在他們驅趕我們原民族 強占土地 讓我們原民族無法扎根 把台灣的主人變成流民 變成那個 變成那個無法生存 在那個自己的土地上生存的一個人 四處要跑來跑去 我們原住民 常常都要那個流浪到那個 那個台灣各個工地區 去幫人家做出工 做一些粗工 要爬鷹架 那個危險的 有危險的工作 那個做下水道工程 做一些那個礦坑工程 做一些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密閉 密閉作業 密閉作業就是說 他在統朝裡面做 然後裡面那個算是密閉空間的一個作業 那都是危險作業 很多的原住民都在做這些工作 所以他人數 除了被那個我們的大自然所消滅以外 留在那個家鄉就是被大自然所消滅以外 就是把把我們驅趕到那個城市去 讓那個工地來消滅我們 吸吃冠廟公 這個侵略的狀況 我相信各位學員在你們身邊 通通都有聽過這些傳聞 那中華民國六王政府 到台灣來已經66年 到現在這種事情 都還在繼續讓我們繼續在發生 我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那個我們一些 那個 跟我們原住民有關的一些 一些那個 事件 這邊簡單介紹一下就是我們南甲之盟 南甲之盟這個是在1867年的時候 美國的一個商船羅發號的ROVER 在台灣台東的外海觸礁 那當初的那個生還的船員上岸之後 被屏東的排灣族南排灣 南排灣那邊 誤以為他們是海盜 為什麼誤以為他們海盜 因為當那個時間點 那個1867年那個時間點 西班牙的海盜非常的猖獗 西班牙人他們會上岸來掠奪我們 台灣人的一些物資 所以 他們那 跟那個 美國人看起來就是金髮藍眼睛的 看起來就像那個是海盜 所以他們上來就之後就被殺掉 那美國政府那時候 向那個領台的清帝國抗議 那清帝國 他推卸責任 他說 那個仿寮到鵝鵝鵝鼻 是不宅版圖 他們說有很草原地 那是草原的地方 所以既然 不是你 清帝國要負責 那美國就只好派 派代表跟南排灣的那個 下去 下去做交涉 後來他們把那個美國的軍艦 把美國的軍艦就 開來那個排灣族這邊 就準備要替這個羅帕號 那個討回公道 結果 他們 把那個美國海軍 開過來之後 發現我們的 那個平埔族 我們的那個 台灣族的 那個 那個 他們拿的是原始武器 都是拿一些大自然 像那個 那石頭弓箭 長矛 拿這些原始武器 那美國的海軍 遠渡從洋而來 他們 手上拿的是砲 還有那個 那個茅射步槍 這些東西 美國人他們在打仗的時候 是 非常的 有規矩的 他們有歧視的精神 他們所謂歧視的精神 歧視的精神 就是說 大家要在同一個公平的立場上 對打 那個才能夠有算 有算數 他不會去欺負 你手上沒有武器 或者是你的武器 跟我就 差那麼多 我就不跟你打 所以他們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 我們 在那個西部片 那兩個牛仔要對打的時候 兩個牛仔要對打的時候 一個有槍一個沒有槍 有槍那個一定 拿著一把槍 把他上好子彈 會交給另外一個沒有槍的人 那他們互相 往後面走二十步 然後互相 再來對 跟 地方 跟對方來開槍 這叫做對決 他們會在同一個水平上 會做對決 那遠渡重陽的美國海軍 他們手上是先進的文明武器 那排文組是用原始武器 那他們會不會打 不會打 所以後來他們派了他們 他們的副艦長 副艦長就下了小船 想說那我開近一點 去看一些 看看他們後面有沒有 用一些 先進的武器 沒有靠近 還好 一靠近的時候 南排灣的那個勇士 他對他發了一劍 剛好射中他的眼睛 都把他的眼睛削下來 所以後來他們就是 因為那個 美國他有跟 排灣族有交戰的事實 那美國那個被 那個副艦長被打了之後 他有沒有還擊 他不會還擊 因為 他是被原始武器所攻擊 他不敢還擊 因為他還擊就算打贏也算輸 所以 那個南小之盟的內容 是寫說 要求外國人沒事不可以上岸 那如果遇到海難登陸的人員 必須要舉紅旗為號 否則格殺物 這南小之盟為什麼這麼寫 很簡單 南小之盟就是 因為那個 美國的海軍 他被 台灣族 所打敗 所以 打贏的人可以講話 打贏的人就說 那你要 我現在規定你 你們要上岸的話可以 要舉紅旗為號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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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南小之盟的合約 那個 有一個紀念碑 現在在那個 那個屏東出火那個地方 出會 出會 我們那個 那個地方有常常在做那個溫泉蛋 一些 一些那個 小玩意的一些地方 那邊在旭海的地方 那邊有一個紀念碑 這個是美國史上 第一次以戰爭的形式 戰敗者形式 簽署的那個 國際條約 美國海軍第一次被 被打敗 就是被 台灣的原住民打敗 那當初派出來的代表叫做 李浪里 那跟我們 南排灣18社的原住民派出的代表是 酌啟篤 酌啟篤 基本上是由 清 政府 那個 說那個 南排灣不是清中國的領地 於是 南小之盟 那個為 那美國跟南排灣原住民所簽定的 國際 條約 為什麼叫國際 國與國之間 美國他當然是 你既然開了海軍去 打那個 那個原住民 當然不是 去拓荒的 也不是去做生意的 他是 跟一個國家 相對等的一個身份的人在打 所以你切這個國際條約 就 本來是承認說 當初的 南排灣的原住民是一個國家 再來 再過了隔一年 那個 禮浪裡又來屏東換文 然後把那個條約的要點 有寫成告示 那放在那個 我們那個 現在放在旭海那個地方 出貨那個地方 然後到了18 71年 牡丹社排灣族 因為外來者 那個 琉球的漁民 他沒有舉紅旗 然後 又把那個琉球人 的漁民 給傷害了 那日本政府 當初的琉球是日本的反屬國 所以日本政府說 我的反屬國 被你們那個清帝國的 的人打 所以他也找那個滿清抗議 那滿清的大臣 毛廠西 他正式回文 正式回文說 申藩 既我化外 法語不法 為貴國制裁之 申藩 他不是那個 他們滿清的人 不是他們漢人 所以 他說你們 你們不要來打我們 那你們要打 你們自己去打 自己去打 所以導致那牡丹社事件 不是狼橋之一 那個 我們也有稱為狼橋之一 那我們那個 那個排灣族的原住民 被殺了很多 被日本殺了很多 我剛剛講的 包括南小之盟 包括這個 那個牡丹社事件 就在講一件事情 中國從來沒有 為台灣人而戰 中國從來沒有 為台灣人而戰 好 這邊有簡單介紹一下 那個南小之盟 一些狀況 那個 我這邊簡單 講一下他的內容 申藩殺害 羅發號傳染一次 表示悔過 美方 將不予追究 在那個 而後如果有傳染遇到 那個 遇到那個颱風 漂流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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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處要登岸的時候 申藩必須要救護 那個 必須要移送 那狼橋 那個地方 轉送到那個 西半部 那個比較文明的地方 讓他們去轉送 那船隻如果遇到海難 那個必須要擠紅旗 然後深藩地區 不得設立砲台 然後在首藩上面 首藩那邊可以設立 這個 這個條約是 這條約是那個 美國那邊有要求的 不要那個深藩的地方 我已經不打你 美國海軍 我既然被你攻擊 然後也不 不環擊 我承認我 我被你打敗 可是你不要在那地方 這砲台 你就保持僵強 不然我還會打回去 然後由於那個清 清廷 就是清帝國 他們認為 深藩區 不是那個清朝的領土 台 他後來寫了一封 茅廠區寫了一封 那個 對內 對他們皇帝 交代的一件事情 叫做 台地深藩 血处柔居 不立版圖 為王話所不及 這是茅廠區 對他們 剛剛 剛剛這一句 這一句是 法語不白 為貴國制裁 這是 對外交涉的 文件上面 所揭露出來的 茅廠區 他對上面 他們的那個 那個清帝國的那個皇帝 是寫說 台地深藩 血居柔居 不立版圖 為王話所不及 所以他們 就沒有出兵 他就解釋是這樣子 所以 當初他們的那個 茅廠區 跟他們那個皇帝 那個清朝皇帝 報告的時候 也是 他們也是承認說 這個地方不是很管的 台灣不是他們的地方 在我這邊 簡單介紹一下 那個 那個1895年的馬關條約 到那個 1915年的 希萊蘭事件 1895年的馬關條約 他是 當初是因為 韓國的那個 東學黨事件 他跟 日本那邊發生衝突 那日本他們的 後來日本發兵 要去攻打那個 那個韓國 那韓國被打了之後 他們就要求說 那個他們的 那個反祖國 就是那個清帝國 要派兵保護他們 幫他們討回公道 後來清帝國就跟 他們就派了那個 他們的北洋艦隊 去跟那個 日本的艦隊 就發生海戰 發生海戰之後 那個甲午戰爭之後 那日本為了 那個 我們的 我們 我們台灣 其實是在這個 事件裡面 是完全是被害者 這個馬關條約 當初那甲午戰爭的時候 是為了 韓國而戰 是日本跟 中國為了韓國而戰 結果他們戰敗之後 居然割的 不是他們朝鮮半島 是割我們台灣 為什麼割我們台灣 因為台灣 只有三分之一是他的 其他通通都是鄰居家的 都是 都是原住民的土地 他打敗這樣子 連那個隔壁 連鄰居的那個財產 全部都送給人家沒收 都不對 然後1895年 馬關條約生效之後 割了就割了 那他們 日本人發現 糟糕了 台灣只有三分之一是他們的 被他們那個 那個中國人騙了 那還有三分之二不是 那怎麼辦 而且 我們的原住民都還會出草 常常會出草 所以他們為了 為了說他那個 為了要 要收復整個那個 台灣整個 整塊的那個 那個版圖 他花了二十年的時間 從1895年到那個 西來安事件 一共整整二十年的時間 他 對台灣 實施那個征台 征台就是那個征服台灣 征服台灣各個族群 包括平埔族 包括 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原住民的部分 花了二十年的時間 才 把這整個台灣 給完整的收復 然後 然後 跟台灣人整整打了二十年 大大小小的戰爭 這個期間 我們本土台灣人 完全沒有來自 任何中國 資納 或者是任何外國的幫助 我們用的一樣是原始武器 甚至 當初的 我們 抗日三盟的剪大師 他以為自己是 有 中國姓 他以為他自己是漢人 他為了他的 所謂的中國思想 他是 中國人 他不想要讓日本人 管 不想要讓他統治 所以他就在抵抗 結果 剪大師後來 被日本 那個 被日本打敗了 打敗之後 他跑到福建去 成功的上岸了 成功上岸之後 那清帝國沒有 沒有提供政治庇護 還把這個剪大師 給抓起來 他抓起來 還送給台灣 給日本出使 這個很簡單的 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清帝國不但沒有 為保護 為台灣而打仗過 甚至他們整個中國 通通沒有為保護 為台灣人而戰過 結果我們自己 騙自己說自己是 中國人 有充活性 結果我們為了 這個 中國性的 這個 放不下 割捨不下的 一些那個中國情感 而戰的時候 結果 跑到中國去 結果還人家送回來出使 從這個時候 我們本土台灣人 應該要跟中國的情感 應該要完全斷絕 不應該在 有那個所謂的 中國的思想 不要有中國的情感 因為中國人從來 不只從來 不會為我們而戰之外 他甚至還會 連政治庇護都不願意 提供給我們 那打了20年的仗 日本他們深深的感覺到 我們本土台灣人的強韌 忠誠 以刻苦耐勞的特性 小小一個台灣 他居然能 要必須要花20年的時間 才能打得下來 他們的 我們台灣人的特性 比他們日本 武士道精神還要優秀 所以他們1915年 西蘭安事件 你們 那個 那個我們台灣人跟他打了 已經 全台被他征服了 他就改變對台政策 懷柔了 他就覺得說 那你們 真的是 也是 你雖然被我們征服了 可是我覺得你們台灣人非常強韌 那我現在希望說 我們那個日本希望說 那跟 台灣人不要再打仗了 打完雞變成雞 打完雞變成雞 所以他們就互相派了 那個日本貴族 那個青年男女 跟台灣那個各組的各莊頭的領袖 主權領袖通婚 這個 他們是想要做改良那個日本的血統 那還有他們 當初 因為 那個 日本黑船事件之後 他們那個實施工業化 然後他們有一部分的武士道的精神 已經被喪失了之後 然後他們想要用這個 台灣的強韌的精神回來 把他武士道精神做一個修補 所以 就跟台灣人玩家變成家 尤其特別喜歡我們那個原祖民族 這叫做日台貴族通婚 這個事件 那個 年初的時候 那流氓政府 有一個料姓立委 用這個 用這個事實 用這個日台貴族通婚的事實 向媒體表達 原祖民很多都是 雜種 他說我們是雜種 因為這個雜種兩個字 有非常 強的一個歧視的意味 引發社會輿論 那我們 由這個地方也可以看出來 到現在66年來 中華民國流氓政權 長期對原祖民的一個態度 一個態度 那個時間關於 我們那個先休息一下 休息10分鐘 那等一下我們再繼續上課 好 我們直接休息10分鐘 等一下我們再開始 玉琳老師 我們接著下一堂課 也是 這個 林老師給我們做講解 好